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兩個月就要舉行了 但是在最近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竟然間口出驚人 公開勸喻拜登不要參與選前辯論 幸好拜登竟然間自信心十足 堅持要在選前辯論當中單挑特朗普 究竟他們兩個在搞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事實上佩洛西勸喻拜登背割選前辯論的原因 連握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 佩洛西是這麼說 他認為拜登應該背割辯論的原因 是因為以免選前辯論 是淪為練習怎樣去行騙 他還說不認為拜登要著重跟特朗普之間的對話 因為到時特朗普的言行 一定會繼續有失總統的體面 而特朗普每天都是這樣做 這樣將會令這場選舉辯論的價值受到貶益 實際上佩洛西勸喻拜登在辯論當中不夠特朗普說 怕他有認知能力障礙 怕他忽然間老人痴呆發作 站在辯論台上腦海一片空白 應付不來特朗普的尖銳問題 說出這些奇怪的原因 想說服選民嗎? 幸好拜登也不聽佩洛西勸喻 拜登簡直是自信十足 到底拜登怎樣說呢? 他說會遵守辯論委員會規定 到時會落於奉沛出席選前辯論 而且他還會變身為事實核查員 去澄清一些不實的說法 拜登肯去迎戰 無論辯論結果是贏輸也好 起碼光明磊落 好過聽佩洛西勸喻 一輩子都被人看不起 實情是自從1976年 美國總統大選選前辯論 規範化以後 已經連續搞了十一屆 沒理由搞到第十二屆 忽然拜登說不去 豈不是笑大人的口 好呀 終於拜登也肯出席 對於整個地球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 但對於佩洛西 我多少有點失望 平時他標榜自己意志如何堅定 但一到關鍵時刻 他始終都是把黨派利益 凌駕人民利益 那就把鬼吧 就算你的心是這麼想 你也不應該說出口 你私底下叫拜登不要去就算了 用不著公開說 這麼欲酸 至於拜登說到自己要做事實核查員 我最近看了一篇報導 是BBC做的 人家真的為特朗普做了一個事實核查 不過這個事實核查是正面 不是負面的 人家就是要檢視一下 究竟特朗普在四年前所作出的競選承諾 至今有多少是兌現了呢? 不數就由自可 一數 原來特朗普都做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他絕對不是空口說白話 一邊說口號出來 Change 要改變 改變了什麼? 整句口號的涵意 一邊就是空翻 假大空 但是特朗普那句不同 美國優先 說得很清楚 就是要把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圍 BBC那篇報導 人家檢視了有幾個範疇 第一 特朗普曾經許諾過 說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BBC說他部分兌現 因為事實上 一度中國被視之為匯率操縱國 但是後來 中國政府決定不再死守人民幣 對美元一比七這個關口以後 美國將中國從匯率操縱國名單當中移除了 也算有做到 第二件事就是貿易協議 特朗普事實上就是退出了所謂TPP 因為這個TPP就是奧巴馬搞出來的 但是特朗普不是有破壞沒有建設的 不是退出了拍拖子就走了 他另外搞了一件事出來 叫做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這個貿易協議 那些條款更加是具體的 更加是促進到北美洲那三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此外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中美也簽訂了貿易協議 只不過在執行進度上就有多少問題 不過這不關特朗普的事 另外還有什麼是兌現了承諾呢? 包括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轟炸所謂的伊斯蘭國 以及減低美國的稅率 撤回海外的美國軍隊已經做到一些了 從德國就撤回了一萬多人 當然不是全部撤回了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在墨西哥邊境的樹是建立圍牆 也算是做一些了 雖然絕大部分的路段 都是鞏固現有的圍牆 只有三英里是新建的 但是也算是做了樣子 不要說完之後沒有做 除了拜登肯答應參與選舉辯論以外 還有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明尼蘇達州 有六名民主黨籍的市長 決定棄暗投名 投誠支持特朗普 他們還發了一封公開信出來 但是偏偏主流媒體 完全是封殺了這個信息 沒有報導 到底這六名民主黨籍的市長 在一封公開信裡說了什麼呢? 他們說跟很多明尼蘇達州的人一樣 過去幾十年以來 他們一直都是投票支持民主黨的 但是他們看到 工作機會不僅離開了明尼蘇達州 還離開了我們的國家 靠對我們自己產品徵收關稅 以及支持不良的貿易協議 前副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等等的政客 什麼都沒有做到 更加是沒有給予到工人任何的幫助 美國失去了一千上萬的工作機會 有幾代的年輕人離開了鐵嶺 鐵嶺就是名尼蘇達州一個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有更加高薪的工作 可以使他們養到家 今天他們不再認識民主黨 民主黨已經被推得太遠 推了去左派那邊 他們不能再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擁護者 努力工作的名尼蘇達州人 在鐵嶺世代相傳 養家賺食 現在被激進的民主黨人拋棄 他們說沒有選擇離開民主黨 是民主黨選擇離開他們 但是在四年前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特朗普當選成為美國總統 他實行了減稅 並且為工人階級發聲 在今天鐵嶺開始復活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 第一次有了生機 因為特朗普的政策 和他願意為美國人而戰 他們充滿了希望 像拜登這些終身職業政客 和工人階級已經是脫節 和國家的需要也是脫節 和在鐵嶺生存的 全美國各地小成的民眾 也是脫節 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仍然有很多的風險 但是最大的風險 就是他們的工作崗位 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 特朗普總統過去 帶來了美國歷史上最好的經濟 他也將能夠再次帶領美國崛起 他將會繼續為每個美國人而戰 不論黨派關係 他會繼續為工人階級挺身而出 所以這六名民主黨籍市長 認真語重心長 決定投誠 決定為特朗普而背書 當然這宗消息在美國媒體中 絕大部分都不報導 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為何這件事這麼嚴重呢 只有六名市長 因為在2016年的大選當中 特朗普和希拉莉得票的百分比 只是相差百分之二 選票只差四萬二千多票 所以當屆 希拉莉獲得了明尼蘇達州 現在突然有六名市長 決定出來投誠 當然會嚴重地影響民主黨的選情 但其在 美國很多媒體都不報導這些消息 凡親對民主黨不利 就像臭屎密蓋一樣 阿勒上身當看不到算數 這些就等同於剝奪新聞自由 為何有些消息故意選擇性不去報導呢 而這六名民主黨籍的市長 他們有一件事很重要地點出了 就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在過去的三年多是成功的 只不過是現在被這個武肺疫情打擊了 如果沒有這個武肺疫情的話 根本上美國的經濟 就是迎來了兩個世紀以來最好的時刻 不過現在沒辦法了 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美國當然不能夠獨善其身 但這不是特朗普個人的問題 他過去的三年多以來 他事實上盡了很大的努力 來收窄對華的貿易赤字 來增加美國的就業職位 起碼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而這六名民主黨籍的市長 是肯去做一個見證人 就好過佩洛西先 有那個又不說那句 竟然勸喻拜登叫他棄甲毅兵 傻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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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